染疫住院四天三夜后 川普出院了 回家第一件事拍片上传推特 出院后第一件影片 川普脸色仍略显苍白 嘴唇少了血色 还有媒体形容他声音有些混浊 但他以白宫草坪当背景 站着发表谈话 企图营造状态良好的形象 他除了感谢医护人员 也不断信心喊话 要人民别害怕 别让病毒主导人生 甚至鼓励民众走出世外 除了再次强调 自己又增加了关于病毒的知识 川普还开支票 说疫苗很快就会问世 就在这支影片上传后两分钟 他的官方推特再po新影片 海王直升机缓缓降落草坪 刚出院的川普走出机舱门 向媒体镜头挥手 接着他走上白宫二楼阳台 敬以致意 搭配气势磅礴的音乐 37秒记录出院版家的影片 似乎刻意将川普打造成英雄降临 选战进入倒数时刻 川普不断塑造自己良好形象 但人民是否买账 11月3号大选 众人心声将全部反映在选票上 这里才能够记忆 中文报导